謝謝 好 謝謝 很開心可以來娟靈力跟大家分享 我們是邊邊女力協會的成員 今天有我跟我的夥伴True 我們倆一起會跟大家來互動 今天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接下來會進行的流程 因為今天其實有分成兩個部分 設計了一些跟老化有關係 應該說第一個部分是跟老化有關係的 一些身體體驗 但是小小的體驗 因為我想老化是一個蠻漸進的過程 但是在座看起來目測 大家都還沒有到我們法定上定義的 就是年長者長輩 大概65歲以上 這年紀看起來都很年輕 所以我們如果說還是在一個 就是以我們在座看起來的年紀 我們可能的身份會是準照顧者 或者是照顧者對吧 這個準照顧者或照顧者就表示有一天 你可能現在已經在照顧你的家人 你家裡面的長輩 或者是你未來有可能會擔負這個身份 所以大家可能 我不是很確定為什麼大家會 對我們這個主題有好奇 可能都是因為抱持著像我剛說的 未來可能會是進入照顧者身份這件事情吧 我想像可能是這樣 至少我們在做死小孩這個團體前面的預設 事實上是在我剛說的這個身份認同的 慢慢建立的過程中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歷程 那我們其實在我們協會 等一下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協會的背景 然後以及為什麼會有這個死小孩團體 那我們切到喔 投影片 好 那我們的協會是 我在社群法輪兵兵女藝協會工作 我們成立於2018年 所以是一個蠻年輕的組織 那我們的辦公室是在台北 然後我們的辦公室有三個人 大概大家負責的是不同的主題 那科技和長照這個主題主要是由我負責的 那我們在今年呢其實嘗試了六場四的科技長照的一個小團體 那主要就是以一個死小孩的認同的身份 那這個身份認同可能會有什麼樣子的組成 包含我們來的大部分的有一些是男性 但大部分也是以生理女性的參與者比較多 那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可能是因為這個社會 把照顧的責任跟女性的就是生理性別扣 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扣連啦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我覺得也蠻有趣的是 我們看見的關心這個主題的或者是擔心這個主題的 來參與者的蠻多是生理女性的 那我們協會其實是一個關心性別跟科技的團體 其實在我們關心的主軸上面除了科技和長照之外 我們還關心數位性別暴力 像今天我有帶數位性別暴力的手冊 是我們今年年中做出版的 那因為原本在議程上面是寫說 今年會發給大家死小孩手冊 但是因為死小孩團體結束之後我們還沒有把它完成 所以今天結束之後可以先給大家 數位性別暴力的手冊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索取死小孩手冊的話 可以留下資料 然後我們會在後面補寄給大家這樣子 對那我們另外還有關心的一個主題 其實是性別跟食物 那也是從就是女性女農或者是獨立小農 這樣子跟財團比較有資本的就是農業的機構 比起來相對應一下 那這些事情能不能夠靠科技去達到一個平權 也是我們很關心的主題 所以我們有策展 我們也有生產一些教材一些教案 對那在私小孩團體這件事情上 我們其實就是做了今年度做了六次的嘗試 那有一些蠻有趣的發現 那也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主題 那因為講到科技跟照顧這件事情 其實像上午參加了那個就是家庭診療式的討論 然後也有蠻多是在討論說 關於就是子女跟長輩溝通時候 會碰到的一些就是情緒上面 心理上面的一些準備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討論 因為我們在團體六次裡面 其實也一直一直不停的跳出來這個主題 就是再下一張 我們發現這件事情其實有一些硬體跟 不好意思再下一張 硬體跟軟體的一些就是 使用上面的出現的議題 那硬體是什麼呢 硬體就是作為長輩 我們所有的長輩可能就像是我們的爸媽 我們的爺爺奶奶我們外公外婆 他們在使用科技產品這件事情上 到底有什麼樣跨不過去的硬體困難 這個東西不是說裝置上面的困難 不是說有沒有辦法取得裝置 而是他們的體力正在退化 他們的身體正在退化 那他在退化的過程當中 再加上科技產品是在他們人生的晚年 比如說退休之後才出現的東西 那在他的壯年時期 他學習能力跟他的眼睛啊視力啊 然後整個就是工作使用上面 會使用到的範圍 其實都沒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後面要學習這件事情上 會不會真的碰到有一些是 跨不過去的硬體上的困難 就是自己身體的硬體的困難 所以今天有設計了一些小活動 讓大家體驗一下 假使我們正在老化 假使我們的身體已經老到一個 不好操作的程度了 那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會想要讓大家體驗一下 那另外一個部分 軟體的需求其實就是討論到情緒 就是我們在這次的 我們六次的這個小團體裡面 不停不停的跑出來的一點就是 子女其實蠻焦慮的 就是包含在跟爸媽溝通 你要不要使用某個科技產品啊 或是教爸媽使用科技產品 大家有這個經驗嗎 有沒有教爸媽使用過科技產品 在你腦中很快人生走馬燈士的回想一下 那個經驗如何 是個愉快的經驗嗎 還是充滿挑戰 就剛剛就是一致的搖頭 的確會有點困難 那因為就像我說的 這些東西在他們過去的人生當中 其實比如說以前的電視就沒有那麼多台 也沒有那麼多按鍵 然後像我最近碰到一個最困難的事情是 我要教我們家長輩用MOD的那個遙控器 太多層了 就是有節目表又有主選單 然後各式各樣的選單 然後電影199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覺得非常困惑 所以導致我最後做了一張 我覺得很清楚的表 但是我那時候又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等一下會跟大家提到的 視覺退化會產生一些 我們在設計輔具上面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就算做了這張表之後 我還是感覺問題值解決了大概六成 就它使用還是蠻困難的 所以這件事情也讓我學會一件事情是 軟體我們也要upgrade 就是我們要upgrade自己的耐心 要升級自己對於長輩在跟你互動的時候 會反覆反覆的不停的確認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要耐出性質 這也很重要 然後不要逃避就是跟長輩的溝通 這也很重要 好那接下來就進入第一個剛剛說的 身體老化這件事情就是 當你的爸爸媽媽你們家的長輩在使用這些科技產品的時候 他會碰到什麼硬傷 他的硬傷其中一點就是老花眼 老花眼的視覺有點像是簡單描述就是一個對錯焦的狀態 就是當照片你知道這張照片的主角應該是誰 前面那個人對不對 因為他離你很近 他的面積也佔很大 可是他失焦了 這就是一張很典型的就是失敗的照片 因為這個 但是這個梗其實是前兩年一直有那種 就泰國畢業照 然後大學生每次都是照後面正妹 都不照前面那個本體這樣子 好那但這是老花眼的視覺 就是近的東西看不清楚焦點落在遠方 因為那個水晶體其實已經不能夠太自由的去調整它的趨度的關係 所以這也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 大家有沒有發現長輩在使用就是看書 或是使用那個手機的時候 會一直呈現一個就是他沒辦法很好的對焦的狀態 對然後這個對焦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困難點 再下一張 好給大家看一下一個視覺設計 就如果常常在打字的人的話 你覺得就你的範圍看到這個字大概是幾幾字呢 18 18左右對不對 18看起來是一個蠻 如果說第二排是18的話 我想最後一排可能是14或16吧 看起來都還是算可以看見對不對 這一堂字寫什麼 我要吃爆台南鍋燒意麵 這是我個人的宏願 昨天已吃 覺得很好吃 覺得台北的鍋燒意麵都很爛 第二個下一頁 但是當你的變焦速度變慢的時候 你必須拿遠一點看 拿遠一點看字就會變小 這對最後一台的夥伴來說 可能已經變成大概十幾字左右了吧 就很小 是不是覺得有點看不太清楚在寫 我上面在寫什麼 聽說好色都在某條巷口 聽說好色都在某條巷口 還是可以看見對不對 好很好 再下一張 看見嗎 大概六幾或八幾字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是哪條巷子 好 這就是我說的 當一個長輩他在看一個字體的時候 他拿這麼近 拍照顧就是要眼鏡拿下來拿這麼近看 他就會是第一個 就是大到很離奇 他要這樣左右看才能看得見的那個文章 但是他假使要拿下眼鏡看 他合理的焦距可能是在八十公分左右這個位置 他才看得見 他就會立刻變成八幾或十幾字 超級小 對他來說那個已經不是對照的問題 是字小到根本很難看得清楚 這就是硬傷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 為什麼爸媽在操作手機的時候 會一直有一種就是很緩慢的過程 這麼遠你要怎麼點東西 就是很困難嘛 對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 大家要先有一個基本的心理準備 所以我們盡量使用的時候會跟 那時候就是得到一個結論是 如果你可以跟爸媽一起互動的話 你可以叫他使用平板 是比手機還要好的 就是至少見面比較大 不會讓他看得很辛苦 或者說大家也會有感覺到 就是爸媽買手機都傾向買大一點 那因為Apple大手機就更貴嘛 所以大家也會比較喜歡常使用Android 那Android跟那個iOS的系統 又有一個落差是 如果子女常常都是用iOS 但是爸媽用Android系統的話 爸媽有問題打電話到底要問誰 你知道那個東西要按哪裡嗎 想說你等一下喔 我先查一下 像我那時候在教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次合作 是跟榮總的失智中心合作 然後來的長輩都是輕度失智 就是雅健康狀態 他們的認知狀態其實還是接近 就是他過往的時候 可是記憶力已經開始衰退了 那他們在操作的時候 其實他大概都知道 什麼東西在哪裡 可是當我們要很快速跟他切換 說好那這個東西 請大家先下載一個程式 然後你要用英文打字的時候 就有些人找不到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發現 欸對好像有人不知道 按地球的符號是做語言切換 有些長輩不知道 因為他可能要切換的時候 都是請子女幫他做切換 那他平常在輸入字體的時候 都是用手寫字體 對所以其實這種東西是很小小的細節 其實就影響到長輩 願不願意使用科技產品這件事情 好那OK 接下來讓大家先體驗 剛剛視覺做了一個初步體驗 接下來我想要做個簡單的分組 讓大家挑戰一下 我們都在冬天的時候 有用過一個非常不好用的產品 就是觸控式的保暖手套對不對 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來模擬長輩的感受呢 是因為當你老化的時候 你的關節其實是不那麼受使喚的 你的關節也會跟著你的身體一起老化 然後你的觸覺也會退化 所以某種程度來說 其實像很多就是老人團體 會讓大家體驗老化這件事情 都會讓大家帶觸控手套 去操作看看你的科技產品 在那當下你才會有一種 將心比心的態度 說爸媽怎麼永遠起不到氣類 都是起到錯的地方 總是弄不到正確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小活動 要讓大家來去幫我們 在冰冰女藝的粉絲間按讚 我爆力一分足 我這樣 真的要按讚 要帶手套按讚喔 好來這邊 這邊就是按完之後 可以把手套往後串 對那邊還可以有一隻吧 這邊前面有一隻 對先就是 他只有拇指跟食指可以按 所以大家嘗試一下 用那個手機按讚 對要到臉書搜尋邊邊女力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粉絲頁 對所以有這個感受之後 大家就不要太苛責爸媽 這麼快就放棄了 按完了嗎 好快喔 好的 其他夥伴可以體驗一下 對 還有一個體 這個體驗大家也可以試一下 就是 這個是那種手腕 手腕帶 主要是讓你在手腕 就是受傷的時候 不要太大幅度移動使用的 這個其實某種就是 關節束縛的感覺 其實也是那種關節退化的時候 你能移動的幅度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一樣我覺得手機或者是平板 都是很考驗小肌肉 就是你的手跟你的關節肌肉的靈活性 但是當你如果有興趣伙伴可以拿來操作一下 就是當你的手腕也沒有那麼靈活使用的時候 你操作手機還是一件容易還是一件快速的事嗎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長輩在用的時候其實很少 像我自己打字很習慣用拇指打 但是長輩打字或是寫字很習慣用實質寫 這個也是跟活動的那個狀態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在用Line或是用通訊軟體跟自己的爸媽聊天的時候 要有一個理解到有一個輸入訊息的緩衝時間 有些時候我訊息輸出去之後 我就會覺得天哪那個輸入中也太久了 因為爸媽花很久時間用手寫或是用什麼的 那跟孩子跟我們這些年輕人溝通的那個訊息來回的速度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大家在團體裡面分享的時候 有提到的一件事情是耐心這件事不是說 你在教爸媽使用科技產品的時候要有耐心 而是你在理解他們在操作這件事情上 是需要跟我們不一樣的時段 這件事情也是需要有耐心的 好 大家都有稍微體驗一下嗎 有幫我們按讚嗎 好 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今天只有帶一部黃色的眼睛 但這真的是太方便了 為什麼要用黃色眼鏡 當你老化的時候你的水晶體也會開始退化 有可能會有白內障或是水晶體變黃的狀況 所以如果今天也不用 因為我後來發現其實手機有一個 就是你照相機有一些調復古色調 就可以把世界變得黃一點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用那個復古色調的 就是調成復古色調的手機來看一下這個世界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跟你現在看到的視覺顏色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有一個很大的關鍵是 像大家會講說長輩圖怎麼都長那麼醜 但是我們要理解到長輩看到的世界 顏色色階可能是淡個兩階的 所以對他來說他不是這麼顏色對比強烈 然後美感非常衝突的一個畫面 其實那個顏色的色階對他們來說是 反而那個濃淡還是蠻合一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是一個關鍵 謝謝 就是當我們在看見文化這件事情 應該說長輩在使用網路也是有長輩使用網 不能說長輩 就是不同的年齡區間在使用不同的科技的時候 會有自己的文化出現 那可能是受限於一些生理上面的限制 或者是他們在使用的時候 比方說對他來說制圖這件事情 在年輕人來說都是修圖 或是我們可能有些濾鏡 但是就像我那時候在帶團體的時候會發現 對長輩來說這些使用 他要使用APP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先 我大概那時候先花了20分鐘 跟他們圖解了一下 就是用那個 你們知道什麼是用腦圖像學習吧嗎 就是第四台常會播一些很爛的那種 就是用圖像去連結某個單字 對不對 有點好笑 但對我來說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我那時候在教長輩 使用某一個修圖APP的時候 我先花了20分鐘 跟他們解釋每一個icon是什麼意思 然後都是用連 比方說濾鏡很常是用三個圈圈的那個符號 作為濾鏡的象徵 那你要怎麼樣讓長輩連結到 這三個圈圈加起來 是一個可以把照片變成很多效果的東西 你要怎麼樣讓它有這個連結 你要解釋它 所以我那時候就講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像萬花筒 因為它的那個三個圈圈疊起來很像是萬花筒的樣子 萬花筒就會眼花撩亂 眼花撩亂就是這個東西會有很多效果 就要用這種方式 或者是比如說在螢幕上面有 像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教大家拍照 因為失智症其實以前的記憶是記得很清楚 但是現在的記憶比較模糊嘛 所以我們是請他們帶以前的照片來 然後用Google出的一個APP叫Photoscape 它其實是照了那張照片之後 四個角落有四個點 你再把四個點掃進去 就可以還原出一張無眩光的照片 那對於那些長輩來說 這個平移相機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復健 因為他要把手維持得很穩 然後他要就是找好那個點 對著那個點 他就覺得那個很像小遊戲 所以那四個板印其實很好 那裡面呢 要教大家知道說 你按下那個中間圓圓的鍵式拍照這件事情 我也花了一些時間讓長輩就是理解到 當螢幕上面有一個圓點 或是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點的東西的時候 它都是主要的觸及的動作 所以當你是一個就是照相機的功能的時候 它通常都是照相功能 那如果說你在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之前碰到一個狀況是 我要跟我爸媽講說 你就回到HOME鍵 他講HOME鍵是什麼 沒有HOME鍵 哪HOME鍵 有寫一個HOME嗎 對你就要跟他說 不是是那個螢幕上有圓圓的 你要點它 因為通常都是可以觸及主要動作的時候 對所以這些事情其實都是提醒我們 有些事情我們自己覺得很理所當然 但是爸媽並沒有那麼 就是爸媽或是長輩並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所以就像我說的 設計輔具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這些事情是 自己要把那些就是 正用那種用腦圖像學習 很簡單的連結 這個東西直觀看下去 就算你覺得 你現在看起來超級直觀 那也是因為我們已經看了非常多類似的圖 類似的那個APP的設計的圖 可能會想直接聯想到什麼 可是你要幫爸媽做一個解釋的版本 才能讓他們更加清楚 那另外還有一個我剛剛講到的顏色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因為長輩呢 就是當你的水晶體配畫之後 你對黃色跟藍色會比較不敏感 建議大家可以用紅色或是橘色 來去做那個輔具的標註 因為如果說黃色跟藍色比較不敏感的話 藍色也很可能會看成綠色 或是會有色偏的狀況 所以大家用紅色來標的話 比較不會有這種就是色偏的問題 對所以我那時候在做那個MOB輔具的時候 我就是自己用了太多五顏六色 還用螢光黃啊標記什麼的 然後我每次看到說你就看黃色 他就說黃色 我看起來都蠻黃的 我說嗯 sorry 就是弄錯符號標記 然後藍色綠色也都分不清楚 這個是我沒有顧慮到就是我的那個 我們家長輩他們的視覺退化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沒有這個經驗嘛 所以我不會了解到這樣的狀況 對所以我覺得也是慢慢的 從我們開始有這個團體的活動之後 然後一步步讓我們學習到 就是從長輩的身體經驗出發 然後到真的要開始跟長輩 我們比如說硬體設備都已經弄好了 服具都交好了 然後他終於可以開始 跟我有些互動的時候 接下來就會進展到自己的心理障礙部分 好下一張 欸可以下一個嗎 卡住了齁 好那這件事情其實在就是剛剛說的齁 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是 我覺得長照這件事情啊 一講出來好像就會讓大家想到政策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有長照2.0 然後我們有各式各樣的關於長照的主題 所以長照好像是活在政策裡面 但長照不是活在政策裡面 長照是活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當你要照顧你的家人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照顧 只是它是一個變得很長期的照顧 因為比如說爸媽正在退化當中 或者是你進入了一個亞健康狀態 你身體正在生病 而且是個慢性疾病 那這個照顧可能也會是一個很長期的照顧 它不是一個政策 它是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 那跟性別更相關的 其實就像我一開始提到的 因為我們的社會跟文化裡面 其實常常把照顧工作跟女性連接在一起 所以有些時候家裡的女兒 尤其是單身的女兒 這些單身不管她是選擇不結婚 她是有任何狀態沒有在婚姻關係 或她是一個女同志 她沒有跟家裡出櫃 她沒辦法結婚 單身的女兒又更可能成為那個照顧者的身份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是一個我覺得蠻需要突顯的 但是相對而言 男性有沒有可能落入到照顧的角色裡面 有 而且落入到照顧角色裡面的時候可能會更慌張 因為從小到大其實沒有什麼被要求到 要去練習照顧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可能也會是一個蠻 我覺得蠻辛苦的 然後蠻需要被注意到的事 那照顧者跟長輩的局限 我覺得也是我們在團體裡面發現到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長輩的局限可能就是在我們剛剛說的 他在使用這個產品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要他學習一個新的東西沒有錯 但有趣的是我們發現 我們在團體裡面接觸到的長輩 並沒有那麼抗拒科技產品 甚至還蠻想要學習科技產品的 但讓他們抗拒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學習的過程中有很多負面經驗 比方說小孩很不耐煩 就跟長輩幾次了 這種人有那麼難嗎 你上次不再問過我 我不是做了一張表給你的嗎 就是這一種 對我不小心噴出這句話之後 想說對不起 就是我都自己踩到那個線 但是你就會有一種對一而三再而三的講 然後有些時候我們會 不小心把長輩當小孩 但這也是一個不是很正確的做法 因為長輩其實都是經歷過人生大風大浪 他經歷過壯年期 他已經完成過很多事業的 卻被當小孩 他們會不知道自己被當小孩嗎 他們當然知道 所以不要把長輩當小孩 也不要覺得要弱化他們 而是其實這個產品的確不是在 他的人生大半的時間出現過的東西 他就是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本來就需要時間 然後本來就是需要熟悉的語言 對那這個語言又包含像我昨天 有看到另外一場 在推動台語運動的夥伴分享的 他講到一個我覺得其實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用長輩了解的語言 來跟他們講這些他們不熟悉的東西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像我自己 我們家的長輩其實是用客家話 但是我發現除了台語好像很少 有一些跟科技有關的詞彙之外 客家話基本上也很少 基本上也沒有吧 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當你的長輩是使用他的母語 來去理解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卻要一直用 就是政府規定的一個國語的語言 來跟他講一個他根本不知道的事情 有點像是我們現在要用希臘話去 理解一個太空科學吧 就有點像是這個感覺 所以其實這是不合理的 那盡量能夠用長輩熟悉的語言 雖然這個也很要求自己 比方說我要開始學習客家話 我甚至還要學習客家話的 像昨天他說那個台語講 Email可以講電費 就是電信對不對 其實是蠻有趣的 然後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或是能夠理解的方式來翻譯 讓長輩能夠理解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客家話裡面 我可能要開始探索看看 那這件事情可能 我有我的局限是 我也不熟悉這個語言 然後長輩的局限可能是 他也在想要理解一個新的東西 那我們到底能不能夠把我們的頻率 可以拉到一致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是 科技其實沒有辦法回應到 長輩的硬體需求 因為科技越出越進步 也越來越複雜 當一個手機 為什麼長輩按那麼大力 他人生有很長時間 都是按鍵盤式的手機 就是要按很大力 3310你是按再大力 它也不會壞吧 就是過去的時間 其實都是有很多鍵盤 可以讓你操作的 可是現在都是一個玻璃螢幕 他怎麼知道要按多大力 他才有反應 再加上我們剛剛有讓大家體驗過 當你的觸覺變得很不敏感 當你的關節很不靈活的時候 你到底怎麼能夠確定你按的東西 跟你的視覺 看起來其實一直都沒辦法對焦 你只能靠用猜的 剛好按下去了 就有一個東西有反應了 就跳出來不是你要的 這是很常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說的 科技有沒有辦法回應到 比方說現在有很多APP 是可以把字放大的 就是有一些友善的APP 或是有一些放大鏡功能 是可以讓你用那個 手機直接用那個照相機功能 去掃前面的字 讓它變大的 就是需要有這些開發輔具的功能 來讓長輩可以更簡單的去使用 可是我覺得不要簡化到 像我們現在很熟悉的 用一些icon來去標示 因為就像我說的icon 你還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用這個icon 等於某個意思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本身不是科技背景 但是如果在座夥伴 有科技背景的話 其實在優化界面這部分 就會發揮很大的效用 那好 接下來呢 是要讓大家做一些簡單的問答題 那這個問答題呢 就不會是我一直在講話了 然後這是一個是非題 接下來會來訪問一下 大家對這些事情的看法 那主要是針對那個軟體部分 就是我們的情緒啊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們的會不會有什麼 心理壓力啊 這件事情來做討論 好 那接下來的操作方式呢 我會丟幾個問題給大家 然後我們會下去 反問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大家只要回答是或否就好 那如果我覺得 沒有是或否的答案 有第三種答案的話 你也可以 就是留在第三種答案做回答 這樣好嗎 好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嗯 這是第一個嗎 好 你覺得臉書很長輩嗎 覺得臉書很長輩可以舉手嗎 好 就是廣義的來講 會不會覺得臉書這個媒體 已經變得很長輩了 好 好 那我們來訪問一下大家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 因為 這個問題其實是出自 因為我有些時候我們會去學校 跟小朋友 就是跟學生們做互動 現在學生啊 就是發的 就是都說在用IG的原因是 因為爸媽都在臉書上 所以他們就不用臉書了 所以我才會問這個問題 大家覺得臉書很長輩嗎 好 來先問一下 我們 如果印象沒有錯的話 臉書的使用年齡 應該會是落在 60到 30 35到60區間 沒錯就是 所以我現在還有在用 因為我今年35歲 很準 所以分析是很準的 好的好的 所以 的確從年齡上面來看的話 都已經是往長輩路上邁進的人 就是這個 也跟臉書出現的時間有關係啦 對大概是我大學時候出現的 所以我大學時候就一直用到現在 所以像IG我也覺得 那個圖像表達功能 不是很 讓我不是很確定怎麼用 那剛剛還有誰是覺得是 好來問一下 你為什麼覺得臉書很長輩 因為我媽在用啊 就跟剛剛的答案是一樣的 好 因為自己的家人在用 那你主要會用臉書嗎 會啊 你也會用 盡量減少 我上次發生一件事情是 我爸開始學用臉書的時候 他送交友的邀請給我 大家說到爸媽交友的邀請 會按加樂嗎 還是會選那個 交情最淺的朋友圈 就最淺 只能看到很淺的發文這樣子 好 就是有些會搖頭對不對 我就斷然拒絕我爸了 我就按了說否 然後剛剛說 我現在已經很吵在用臉書了啦 騙他 好 這也是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做死小孩的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自己都有發現這個狀況 後面有夥伴顯示嗎 來 可以分享一下 也是因為發現爸媽開始使用 然後他們上次還在吵說 爸爸沒有去媽媽那邊生日留言 所以其實大家有發現爸媽有在學習一些網 就是臉書使用文化耶 就是生日一定要去對方的那個臉書上面按說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送個貼圖給你什麼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是我覺得蠻有趣的啊 你從正向的角度來看就是 這個東西對爸媽到底有沒有吸引力 有 他好奇 他甚至想要透過 比如說學習 透過模仿 透過去了解這個文化 應該要有什麼樣子的步驟 去呈現出他很在這個狀態裡面 所以就像我說的正向的角度來看的話就是 其實長輩是很有學習科技的能動性的 只是有沒有那個入門的門檻 就是入門門檻 能不能被我們削減到最低 然後我們能不能夠有一個就是 引路人的角色在前面 就是不要像我過去這樣斷然拒絕 好那我要來問一下 覺得臉書不長輩的 有嗎 來 我會覺得臉書不長輩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會用臉書啊 啊喔我19歲啦 然後重點是因為我們在IG 所以我覺得覺得說臉書就是我 就是去連結其他人資訊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不會到很長輩 因為我爸媽是 他們雖然有註冊 但是他們沒有用因為不太會用 所以我覺得不會很長輩啊 那你自己的社群 你同齡的社群 大家大概是用什麼樣子的資訊 其實我自己比較多 就知道是臉書IG都有用 但是IG那個比例會比較多一點 好的 好所以我們出現了年輕世代的臉書使用者 覺得很棒 要讓這個媒介是活的 一直有心血加入這樣子 然後對的確是因為 在使用界面上面會有因為年齡 因為社群在 比如說就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用圖像表達這件事情 又更快速了 然後臉書觸及率下降 也是我覺得有點困難的一個部分 好那剛剛還有誰是覺得臉書不長輩 好先問這邊 請問 他字那麼小 一彎整個設計都不是為長輩設計的 了解 好就是他不是一個友善的介面 但就是要長輩多拼命 就是他放很大 他也就是點三下放大 他也是要去學他 而且有一個蠻關鍵的一個主題是 我們有發現長輩更喜歡封閉式的社群 就是包含社團 包含LINE的社群 就是資訊會一直推播到他眼前的這種東西 會是他們比較喜歡的 所以像我們之前 像上午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比如說 有些小tips可以讓爸媽跟你的關係比較近 是你可以幫他加入一些 你覺得自己比較有興趣的 或是像我就幫我爸媽加入一些 什麼假新聞打擊 打擊假新聞之類的臉書社團或什麼的 就把他篩選過濾一番 所以不是那個介面有問題 也不是說我們不能跟爸媽 在同一個社群媒體上使用 而是我們要找到供存的方式 這個還蠻重要的 好 剛剛我說了 介面不友善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覺得臉書不長輩 後面嗎 好 我覺得其實長輩跟我們一樣都 長輩也很想要進入我們的生活圈 他們雖然會想要學臉書 長輩也都很想要學IG 但我覺得這兩者的差別是因為 IG是用圖像為表達的主要的媒介 那這件事情對於長輩的入門入手這件事情 其實難度比較高 他可能在生活裡面 他可能就是用很簡單的文字 但是你要他一直去拍照 然後從拍照拍得很漂亮的照片 對他們來說是有一個挑戰的 長輩也知道我們在用IG是因為 我不想要跟他在人數上面 所以但他只是不知道怎麼進入IG的細節 好的 所以也是跟比方說不同的社群媒體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要求 像是你在IG上面 大家現在都會開始強調 你要有些排版啊 你要修圖啊 你要照片的品質在某個程度之上 你放在IG上面才會合理 才會正確 就是才OK 那如果說不是這樣的話 一看比如說長輩的 長輩最就是著名的 就是我們會說長輩圖嘛 那像我說的為什麼他顏色會很新 其實跟視覺狀況是有關係的 但是長輩圖可不可以變成是一種有趣的文化 甚至他是一個跟長輩對話 很有力的一個文化的 就是很有力的文化產品 我覺得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就像我們說的 介面或者說在使用上面 設計上面 有些時候他可能沒有真的考量到不同的年齡層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大家分享的一些點 就是當我們發現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重要 當我發現科技 就是讓爸媽使用科技 或者說用科技跟長輩溝通 我們跟爸媽溝通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是方便又重要的 而且可以有效的增進我們的連結的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讓這件事情變得更有趣 然後讓自己也覺得這件事情變得更有趣 更有用 這其實才是我們那時候討論出來的一個很大的結論 好 下一個 你會回長輩轉貼訊息嗎 我爸媽最常轉貼給我的就是 早安 午安 晚安系列 問好系列 以及之前會轉貼一些假新聞 假新聞其實像這一兩天也有蠻多關於假新聞的討論 那我們在我們的討論群組裡面 應該說團體裡面其實有討論不同的解決方式 面對假新聞這件事情 好 那這邊先來問一下大家的想法 你會回還是不會回 會回的可以舉手嗎 哇 大家不愧是有來參加這一場 我覺得回的機率很高 好 我們來問一下一城主的夥伴 為什麼你會回 或是你通常回什麼樣的訊息 或是你怎麼回 我不是每一個都回 就是我通常回是把它丟到那個 另外一場那個真的假的一城那個 對 然後再把事實丟回去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好不好 了解 就如果他們轉貼的資訊是跟一些新聞事件有關的話 特別容易 有些時候特別容易在封閉式社群轉貼出來的 很多時候會是奇怪的新聞 先不要 我們還不知道真的假的之前 你只覺得有點奇怪吧 所以 在碰到這種奇怪的新聞的時候 大家會做的 我們 那時候在團體裡面也蠻多朋友會幫忙做事實查核的 然後也會有使用美育儀 大家有教自己的長輩用美育儀嗎 有嗎 但我們使用上發現美育儀有一點點小困難的是 美育儀會一次丟出太多訊息 所以 後來大家的做法都比較偏向是 比方說我們會丟給他們一些像是麥狗片 就是那種 本身網頁上面就是可能破除假新聞資訊的連結 說你以後就看這裡 看這裡就比較不會被騙喔 然後這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是手動查核 就像剛剛那個夥伴做的一樣 就是幫他丟 丟了之後篩選出一個簡單資訊再丟回去 或者說像上午就是家庭診療是提供的一個我覺得蠻有趣的做法 就是回去問他說這個東西這個資訊是哪裡來的 我也蠻有興趣想知道的 然後讓他去思考一下這個來源連結到底有沒有問題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蠻好的做法 好 那剛剛也說會回覆長輩轉貼訊息的還有哪些夥伴 來 跟大家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覺得有時候長輩其實大家需要那些資訊 並不是因為他真的想要看到那個資訊的內容 或是想要透過分享的過程來跟你建立一些關係 對 然後所以我就比如說我自己的習慣 我會盡量不要做打臉的事情 但是我會就是開一個我覺得他應該沒有聽過 但是也是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像那種就會一直有新聞是什麼 總之某某人應該要被判死刑嘛 就是什麼社會案件應該被判死刑 或是法官什麼恐龍法官之類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會短天說 你知道國民法官其實快要上路了嗎 就是如果今天大家 如果你也當法官的話 你也當法官的話 你會不會想要 想要你會怎麼判這個刑呢 就是我覺得那就可以有一種 對比較有趣的討論 就是一個他還沒有接受過的 對或錯的訊息 對對 好非常感謝 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因為如果大家上午有去參加 家庭診療室的那場討論的話 就會知道 我們不能把事實跟情緒混在一起 就會有一些奇怪的詮釋 就會有認真聽 好 但是呢關鍵其實就是在 假使他丟給你一個訊息 他的挫折感 大家記得喔 爸媽很容易感到挫折 你學習新東西的時候 要是一直被打槍你也很容易挫折對吧 你假使丟一個東西出去 你其實是出於好心 大部分其實爸媽轉的時候 都是出於好心跟擔心 就覺得天哪 比如說像我爸最常 轉交通資訊給我 他就說 左轉之後會 右轉發多少錢之類的 他就說你要記得喔 你要小心喔 然後我就會想說 爸其實你那麼關心我 他就覺得 恩就是愛心 關鍵可能是這個吧 他很擔心我們會 就是生活碰上一些很衰的事情 關鍵其實是這個 但是更多時候我們看到想 喔又在傳一些奇怪的訊息 你不要老是看到就傳看到就傳 就是先電他一頓喔 假使一直電他 爸媽就會產生一個很挫折的心情 他就會把這個東西轉到別的群組去 就不會轉給你了 但他還是會繼續轉 他不會放棄這件事 所以很重要的一點 像剛剛那位夥伴分享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招 就是轉貼相關 但是是比較 你自己確認過那是一個比較正確 寫比較正向的新聞 給爸媽促進那個話題的討論 在討論的時候甚至還可以再找機會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可以再找一些 但你寫的那個東西 就是看自己的勇氣 有沒有想要去跟媽媽 討論一些政治性的議題 對我覺得這都還是可以練習的部分 好 我想要再找不會的 來 我通常我媽 經常都傳一些有的沒的 比如說她傳一些交通的 然後就是跟現實的事實有關 有關的東西她就PO出來這樣子 但是我都跑過去 都沒看到 因為在讀她 對 就以讀她而已 因為我是覺得 因為我是上班族 有時候 你上班的時候 你不可能一直看你的信息 回到家之後 你的累就是冷 就不想再看那些很多 因為她一PO就PO 大概三四五天 我實在是 而且有時候她的字又熱熱等 然後她跑去捲 我就看過去就算了 因為爸媽轉接的資訊量太長了 所以其實會不想看 這個其實是一個關鍵 如果說有一些人 為了傳遞她的信念的訊息 願意寫一個 大概 視窗大概這麼長長度的訊息 大家都知道那個是什麼 那個長長度的訊息 去描述跟去加強 然後用各式各樣的語法跟心理暗示 讓她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的話 你就知道她有一定程度的企圖 想要讓這個概念伸直人心 好 雖然大家看到會很煩 我自己看到也很煩 但是我後來有 在團體之後我自己有學習到 就是提醒自己說 可能偶爾就是不用每天回 但是偶爾回一下 可是回的那個東西也是 像我覺得大家都有分享過 蠻好的一招 就是先同理 然後再提問 就是這真的很重要耶 但是 那裡面講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有點類似像這個樣子 但你也像智商師作嘛 你就是餘尾最後問句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不用真的去找到問題結果 讓她去思考一下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對話的一個開始 因為這東西還蠻有趣的是 我們之前在分享的時候 在團體面也有討論到 就是爸媽對於丟訊息 你什麼時候要回 跟你怎麼回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一個蠻 關鍵蠻巧妙的事 因為大家要知道 爸媽過去的年代啊 通訊的設備是什麼 信或是電話對不對 信你寄出去 你就意識到 他可能一個禮拜之後 才會回你 電話咧 打進去有人接 就會有人回你對不對 電話這件事情 跟手機的連結 是比較高的 所以爸媽其實也會蠻期待 如果我這個東西丟出去 最常接受的就是 你幹嘛不回我訊息 我剛剛打給你 怎麼不回我電話 就是他們理解到 這個訊息出去到回來的時間 其實比你想的還要短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 我們丟訊息 會有別人要不要讀根 別人有沒有在訊息 通知讀完之後 不打開訊息的這個時間 你自己會有預設有一個緩衝 或者說已讀大概多久時間 回訊息比較禮貌 這是我們熟悉的文化 但是爸媽比較期待的是 假設我透過手機這個媒介 電話這個媒介 丟出去的訊息 希望它可以是很快 尤其是你已經讀了 你為什麼不讀呢 這個時候我知道明明你下班 你卻不看我訊息到底是怎樣 爸媽就會有點傷心 那就像我說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當我們開始決定 好我要進入照顧者 這件事情的角色 我要承擔一些工作的時候 這個可能也是我們在前 就是前情要幫自己心理準備的事情 就是會不會回長輩的訊息 怎麼回 然後回的時間要拿捏在多久之間 以及主動出擊 像我們那時候有討論到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可以設計一些有趣的貼圖 或是自己可以找一些 比如說長輩圖 但是長輩圖裡面的資訊 或者說你轉貼一些文章的資訊 其實是用一些比較 剛剛說的正向的 或者說比較正確的一些討論 轉貼給爸媽 有一種我們在交流 我們是在交流 我們並不是在 就是被動的看一些東西 我跟你是有互動的那個感覺 其實除了資訊給予之外 還有一個情緒支持的功能在 這個還蠻重要的 好 下一個 你覺得長輩能夠辨識假新聞嗎 你們家長輩 以你家長輩而言 覺得可以的舉手 這麼沒信心 好 覺得不行的 好 覺得可以或不行 都不是你的答案的 有嗎 有 爸爸媽不一樣 對 每個爸媽不一樣 都用爸爸跟媽媽 喔 爸爸跟媽媽狀況不一樣 有一些可以分 有些不可以分 好 這個問題因為它太大了 所以我覺得它要是假新聞 假新聞可以區分成很多類嗎 比方說有一些無傷大雅的假新聞 就是可能什麼 企鵝在北極還是南極出現的 之類的 那種就是 好像還蠻重要的啦 但是 某種程度來說 它不會直接的影響到 你跟你爸媽家庭婚姻和諧這些事情 好 那這種就是 資訊類的事情可能是一種 但是最容易 就是讓大家覺得很傷心 跟很傷感情的 其實就是政治類議題 犯政治類議題喔 包含社會政治 或者說真的是 政黨政治這種事情 我們在講到政黨政治 在我們團體反覆出現這個主題 而且是沒有結論的 就是我們目前還沒有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 可以讓大家 就是感覺沒有一個說一級 說一級能擋擺的準則 讓大家回去跟爸媽對抗 或者說讓爸媽可以跟你好好對話 對 因為的確 政黨政治這件事情還包含了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原因 像我們家是那個就是軍官士家 不是軍官士家 我外公是軍人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在藍色的環境下長大 我一直到念研究所之後我才發現 我從小到大聽的故事跟我應該知道的歷史是不同版本 就是這是一個很很 我那時候覺得很離奇的事情 但是因為課本也沒講 我是到研究所之後才有機會接觸到一些 就是跟台灣政治有關的背景的時候 我才發現這跟我認知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外公是講到蔣介石他們家會哭的那種 就是很感恩的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我家跟他們講任何關於就是國民黨不好的事情 對 但我也覺得這種這個東西對我來說目前是蠻困難的 然後所以就像我說的政治可能會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但是我們後來會發現假新聞這件事情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類別 所以也不一定要真的從最難的著手 就是還是可以從像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的 因為剛剛大家有說轉貼資訊很多時候是跟假新聞有一個連結 所以我們那時候討論到的做法其實就是 轉貼一些現在已經建立好的就是新聞驗證背景的一些網站的資料 就是你可以幫他加入他的最愛啊 或者說你可以常常丟東西給他 或者是讓他有一些就是幫他做事實查核 這件事情其實某種程度可以讓他知道說 有些時候不是別人轉貼出來的東西就是正確的 然後這些東西我們不管是別人轉貼給我我要問來源 還是我轉貼給別人的時候我要負責知道這個來源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現在讓爸媽有這樣子的概念 因為他們以前能夠看到的資訊就是新聞 就是電視媒體的東西 其實某種程度他是不會去懷疑他的 那別人要是寫了很像那個語法的東西丟給他之後 他當然就會覺得這個好像有可能是真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就是有一次的團體專門的主題 就是在做假新聞 然後那一次應該就是哀鴻遍野 他就覺得天啊尤其是一二四 就是那麼多的公投案出來的時候 就是大爆炸 每個人都大爆炸這樣子 好 下一個 好 要見到最後幾天 你覺得長輩喜歡科技嗎 覺得喜歡的舉手 覺得不喜歡的舉手 覺得還好的 這次沒有全部的人都舉喜歡 也沒有人覺得 就算不喜歡的好像也沒有舉 還是我這個問題不夠明確 大家覺得 換個說法 大家覺得長輩會抗拒科技嗎 任何層面的科技 搖頭比較多 為什麼 就是不會抗拒 我也覺得不會抗拒 或是我們觀察起來 或是我剛一開始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長輩對於科技產品的學習欲望是高的 因為大家都有個共識是科技可以某種程度便利我們的生活 所以不管是剛剛說的那種就是科技 醫療科技啊或者說手機的通訊媒體的科技啊 或者說就是各式各樣他能接觸到科技產品的科技 其實我覺得在我們這幾次的觀察裡面 會發現我們碰到的長輩或者說家中的長輩 其實都是有學習的想法的 只是在學習的過程中會不會碰到挫折 讓他覺得這個東西很難他乾脆不要學好了 或者說這個東西設計得很爛 他覺得就算學了也學不好 或者說就是像誰前面講的那個硬傷這件事情 永遠沒辦法被滿足 那到底該怎麼辦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每個像我們 我爸媽之前還討論說要不要給爺爺奶奶拿那種老人手機 就是回到鍵盤很大然後功能很局限的那種手機 他們只要能打電話就好了 就是那種有點弱化的想法的 所以長輩喜歡科技嗎 這個對我們來說我們做了六四的團體之後 覺得他們是喜歡的 然後只是真的要開發出很多 讓他們了解這個科技的方式 好再下一個 那回到自己了 這個應該比較好回答了吧 剛剛分享了就是 在這一個小時當中 其實試圖傳達給大家一個 心理建設的一個概念跟想法 回去如果有機會的話都可以試試看 但是在座的各位此時此刻覺得 你有耐心或你有自信 教長輩使用手機這種科技產品嗎 覺得有的舉手 很好耶 我覺得很棒耶 但還想說沒有的話我就尷尬 但是還是覺得有點困難的舉手 好我特別想問一下 來問一下我們的夥伴 困難點在哪 我會一直問重複的問題 好 就是耐心自己的耐心建設 就是自己的耐心真的很重 我覺得真的是在 像我的問題就是說 要自己做好心理建設 然後要像你剛剛說的就是說 很多東西要做好準備 包括對基礎的圖像的理解 對有時候你跟他說按叉叉 他就說叉叉的得 就是 可是現在像我們可能直覺 就是我知道叉叉一般都會在右上角 所以我都直接會很快的就找到他 對那就是像這種東西就要 要在自己的內心裡 很有耐心的解釋過千萬遍才有辦法 對他不動怒的表達這些事情 好 這個很重要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 為什麼我會覺得很重要呢 也是因為 那一次要去失智中心分享之前 我跟社工溝通過 我的解釋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能夠確保我的流程順利 你就當作這一次是你要去工作 那是一個演講 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演講 失敗你就丟臉這樣子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解釋那個東西 這樣爸媽 基本上你先行前解釋完20分鐘 這些圖示他都知道 你接下來可以很順利的去做這件事情的教學 這個是大家要在心裡面做一個 做好心理準備的 包含我上次我的室友跟我講說 他連跟他媽解釋什麼是APP都解釋半天 他媽什麼是APP 你叫我開APP哪一個是APP 上面會寫APP嗎 就是寫英文嗎 英文APP是什麼怎麼拼APP嗎 對就是他會想說 我沒有想到這麼基本的問題 我都要跟你解釋 但就不管你爸媽知道這件事情 你先把東西想好了 做好了解釋完了 告訴他們 他們如果覺得你很煩 那就表示他都知道 那是一件好事 解釋完之後 你就開始慢慢的跟他講 什麼東西在哪裡 什麼東西怎麼用 最好用的 最常用的是什麼地方 他開始有了一些成就感之後 像我那時候 除了教他們用那個Photoscan之外 我還教他們用B612 然後他們都開心死了 想說原來這樣就可以變臉 這樣就可以化妝 對 就很有趣 因為那些是一個年輕 雖然B612是大家喜歡用的美顏的軟體 可是長輩用的會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那個視覺是很刺激 圖像很刺激的 然後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濾鏡的功能 對所以我在那之前就是花了很多時間 把每一格是什麼意思先解釋清楚 他點了之後要怎麼樣回到前一頁 他點了之後要怎麼樣就是不要花到錢 這個很重要 因為媽媽很討厭不小心花到錢 然後現在的那個付費又設計在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定要幫媽媽留意這件事情 好 那剛剛還有人說 覺得沒有耐心的 好 我媽媽現在65歲 她還沒有手機 所以沒辦法教她怎麼用 所以她平常流線的時候都是打電話 她會去找公眾電話 她會這樣 或者是用家裡電話 對 那你們家其他的長輩有在使用 爸爸有 但是媽媽 那是抗拒嗎 有一點 因為她覺得她出門沒有要幹嘛 不需要帶手機 對 好 謝謝 對啦 的確像剛剛說的 好像科技這件事情 雖然很便利生活 但是那個需求有沒有被展現出來 也是一個蠻有趣的 蠻不同的現象 像我爸爸她的 她這兩年 就是使用手機 使用科技 軟體的能力突飛猛進 是因為她學會買淘寶 然後她為了要買淘寶 雖然我是跟她講說 蛤 妳說妳要一直買淘寶 其實就是對 但是因為現在俠皮都是淘寶貨 我就覺得我難阻止她 然後她為了要買東西 我覺得就是大家學習使用科技有不同的驅力 像我爸的驅力就是他想要上網購物 然後他覺得台灣的網路購物界面都很貴 所以她想要做去中國的市場購物 然後跨國購物因為有很多要克服的事情 但是還好 不能說還好 我覺得那個淘寶的介面 算是設計的介面的流程還是蠻清楚的 從這種程度來說 所以她在使用上面沒有什麼問題 她就第一次買成功之後得到了莫大的鼓舞 她就覺得天啊 就是跨國購物也沒那麼難嘛 這樣子 然後就很驕傲的跟我說我幫妳集運 我說不用不用謝謝 就是對她就是開心了 對對對我想說沒想到 對對對 但她之前就是問我問了很久 就是怎麼樣用淘寶這件事 然後我也耐著性子跟她教學了一陣 對但是就像我說的我覺得 就是有需求的話可能就會有那個 可能性是我們需要去介入的 好那如果有這個東西出現的話 大家可以把握好這個機會 就是這可能是像我那時候 因為購物這件事情跟我爸有了不一樣的對話跟連結 我也發現她不同的那一面 好那有促進我們婦女溝通 好下一頁 那剛剛有問說 你有沒有耐心跟有沒有自信 大家大部分都具有 所以這個問題我應該就把它丟到你們的心裡去回答就好了 你會不會從今天開始 會不會想要嘗試著教爸媽用呢 希望答案是會我就不問了 希望可以嘗試看看 那就像我們剛說的 注意了幾個重點 其實就是那個介面啊 盡量要選擇視覺比較大一點的 不要選擇那種圖像很小的 如果你用太小的手機 就是你爸媽在用太小的手機 他當然會覺得很難用 這是一個點 另外一點是我們可以先選一些介面操作 稍微不要那麼複雜的讓你熟悉教學的過程 就是你自己也要訓練自己去教學嘛 所以你不要選一個一開始就選超難的 然後盡量選有趣的 比方說修圖軟體這件事情 或者說那個很多濾鏡的照相軟體 他們用的會覺得很有趣 或者是像那個 我爸媽之前學那個FaceTime 我就跟他說這不用錢喔 你只要網路就好 他們就覺得不用錢嗎 太好了我來學這樣 對就是找到一些趨力 讓他們覺得有趣讓他們去嘗試 然後那個簡單的介面也可以讓你在 一開始的時候不要失去耐性 這個很重要 好下一頁 那這部分呢其實就是回到軟體的一個結論 那我們覺得使用科技進行照顧 家庭照顧跟溝通有幾個注意事項 就是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你要了解一下不同的操作期待 如果他使用到了就是通訊介面 他的期待可能會是跟你保持連結 這個初心我們要記得 爸媽不是要煩你 爸媽是為了跟我們保持連結 爸媽是想要跟我們有多一點的互動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肉體很少回家 就是大部分都在自己的工作啊 自己的學業上面 所以很重要的一點是 心靈上面還是要保持溝通跟交流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爸媽丟給我們的訊息 盡量不要讓自己默示他 我們可以想辦法回 想辦法找到你跟爸媽溝通的默契跟頻率 這件事情可以有效的幫助 不管是降低自己的焦慮 或者說你在討論跟媽媽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也會發現一些蠻大的改變 另外一個是要培養資訊傳播和變適的能力 那像這種資訊驗證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棒的一點是 它已經幫助我們有效的縮短我們驗證的時間 就我們不用花太多時間去討論這個新聞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有一個平台可以去確認這件事情 但是關鍵是 比方說美玉儀 我後來反省是 我不能夠直接把美玉儀加到群組 因為我爸媽那時候知道美玉儀是什麼 但是我們家族群組裡面 其他叔叔伯伯阿姨都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還有一個阿姨丟我說 你為什麼隨便加一個陌生人進來我們的群組 我後來解釋說 喔他是一個機器人 就是 對 沒錯 他就說你為什麼加一個陌生人 而且還會一直不停的丟很常去 很煩人欸 我就覺得喔 所以這個界面的確是可以改善 以及我們可以 就是你把你手動驗證 假新聞這件事情 也當成是你對爸媽愛的回應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好的練習 另外還有一個 假使科技沒有辦法回應情感的需求的話 其實重點是我們要怎麼轉換思維 就是在座今天大家一定是很 像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一定是認同照顧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是重要的 你也認同就是這件事情對你來說 其實怎麼樣跟爸媽溝通 希望他們獲得更正確的資訊 或者說更正向的使用今天對你來說是重要的 那這件事情全部全部全部就是要先靠 我們軟體升級來達成 不能說不能直接想說 爸媽到底能不能夠有一天突然睡覺 就是靈光一閃的就學會了現在 你使用網路的這些文化 這很困難 就像我們一直我們有時間學 是因為我們從你有意識 接觸網路的時間以來 就是你人生大部分的時間 但是大家要記得齁 在爸媽的出生的年代 到他們使用科技產品的時間 也只是近十年或二十年的事情 那他的人生其實有三四十年或四五十年 是沒有這個東西在的 那要怎麼樣讓他去學習這個新的文化 就要換我們來翻譯 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好唷 那因為我們的十小孩手冊還在進行編輯當中 所以今天大家離開的時候可以拿 就是我們做的另外一個解碼數位性別暴力的手冊 那這個手冊是我們也是去年在做的一個焦點團體 有結合社工法律然後還有實務工作者 就是或是教學者的一些經驗 我們去把目前可能有數位性別暴力整理出來 那大家如果想要索取十小孩手冊的話 就幫我留下你的聯繫資料我們會寄給你們 對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因為我大概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所以也想要大家在填單之餘 有沒有什麼想要討論或是想要建議的 智慧手環真的有用嗎 智慧手環嗎 可以描述一下智慧手環的 比如說在佛華球或者是有些防跌倒之類的 我們其中有一次活動裡面有一個是 視障者的家屬有來參加 我覺得那一次經驗其實蠻不一樣的 是因為他媽媽是視障 所以他們那時候詢問了很多科技產品去幫他 有點像是可以遠端監控或是遠端照顧這件事情 那某種程度那種智慧手環到底能不能夠起作用 其實假使他戴得住 假使他監測的東西是比方說他跌倒 然後心率怎麼樣可以及時回應這件事情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有用的 可是像現在要取得這些東西 比方說好像我記得那時候他就說 中心保全有一套就是家裡面偵測的系統 然後他好像可以測動態的狀態 你可以安置在某個空間 如果你跌倒或是你怎麼樣 或是你持續一段時間不動 他可能就會通知你 寶寶這些東西好像有類似的東西 那這個可能會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假使爸媽不抗拒自己隱私被揭露的話 他可能才戴得住 他可能才有用 但是像這種監測系統 很多時候我們對小孩子 你可以讓他帶一個什麼監測的東西 你可以在他的手機開他的地圖共享給你 但是爸媽有時候會抗拒這件事 就是因為他絕對被當小孩子看淡 所以我覺得監控的監控 就是智慧型的手環產品 去做一些健康監測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加持他失能到一定程度的狀態 你又沒辦法及時照顧的話 我覺得還是會發揮一定的作用 對然後但是現在能夠採取的產品並不多 不過我們那時候討論到的也是 未來家居科技 家居產品的科技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改善的話 有可能未來那種智慧家居是可以辦到這件事情 但是隱私就是這樣的議題 陶庸 最後30秒有人有問題嗎 或是大家也可以 因為你們都加入我們的粉絲頁了嘛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到我們粉絲頁留言來去做互動 然後就像我們說的科技長照 數位性別暴力 還有我們一直關心的食物跟生活這件事情 都會是我們持續發展的線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關注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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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